陛下 陛下大概心里也清楚 非此物 不能抵偿吧 约章说什么 这只不过是一条 普通的袋子而已 一条袋子 那可是臣养了十几年 像眼珠子一样 宝贝的清拽呀 陛下是贴了心的 不要削臣的病啊 说得好听 调他们去截治顾思林 这真是资助无非 一箭双雕 臣怎么就没想到 陛下会来这么一手 一箭双雕 你把人带着 你还没想到 绝在这一半 我记得我 我感到很久 才能够被你 我一遍 那是 你快走 你快走 那你快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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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我来说 你就跟着李明安去厂州等哪天睡着了 你这脑袋不明不白的搬家你都不知道 我末将要找什么样的借口 我管你用什么借口 自己去想 这玉带是什么东西 陛下也能拿来当彩头 殿下已经为己仁臣 就算多得条玉带算打门的赏赐 要我看 他就是铁了心要给齐王 为了几个兵 连前朝成立的话都说出来了 什么成立啊 我看 他是生怕别人忘了 他是怎么挤掉敏太子的 不然你胡说什么呢 胡说 当年就是我爹 帮他挣来的这条袋子 现在可好 又要用这条袋子换来这支军队 调去押着我爹 你放肆 你还有点人臣的样子吗 下去 我知道你向着他 这么多年 何必均均均均均这道说辞 自欺欺人 家一伯 这也是功力 你不想活了吗 你是在担心我 还是在担心他 你们 我都担心 你就不担心自己吗你 你也知道疼 服好 这条袋子 么 这封砾子 让开 不能让朝廷知道 更不能让老师知道 文 你先回京 通政司的司长 是舅舅的门生嘛 你告诉他 明天的底报上 不能登上今天一点消息 你打算门多久 你能门多久 后天就是停试 托过停试吧 早知今日 何必 老师 睡觉只能垫高些 要想好好骑马的话 宫门起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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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好 家义伯 好 这样就可以了吧 这样可以了吧 殿下 陛下还没醒 殿下昨天没睡好 要不要先休息片刻 倒是小人差人去请殿下 不会误得沉醒的 不用了 我去陛下的寝宫前面等 早膳 让他们别放凉了 是啊 王王 回京的乱架都准备好了吗 家义伯 陛下是明天 是今天回京吗 原定的一早 那晚上陛下就能看到了 这位可知出了名爱看报的主 别看人家 肯不肯留到晚上 那 那这 殿下的令指示 只要军中各部衙门不知道 挺过了明天停事 就可以了 陛下那里 他会承担 承担什么 他 反正 他也早就 习惯了 我是真佩服他呀 你说 这战了得有大半时辰了吧 十多年了 早就该习惯了吧 陛下齐身了 走走走 准备早上去 陛下齐身了 来 朱叔令 朱叔令 十日陈州天降陨石 十一日户部侍郎平调吏部 十一日京郊农户喜得六子 这后头还有什么 这后头什么都没有 到头来几个签字拿不到 我要这有什么用 军队名次还没有到手 就引去了秦王霍玉带的消息 这好像不是陛下的作派 通政司长好像是 布斯林的救助 太子 大王吃早饭了吗 还 还吃什么早饭 我去找陛下 给大王添双筷子 陛下那儿 臣已经派人给送过去了 教训他的事 留给陛下去做 不过抹掉一段我的新闻 能教训什么 大王 坐 坐 太子做完又没睡好吗 臣 这是什么 今天这地方 怎么送到这儿来了 他还有人家众 在家众里面她就说 对了 Zone子 或者你一家众里面和他 人家众里面和他 您还在那儿呢 我们这儿的 进来 是臣的授意 全部责任 臣愿意一例承担 是臣愿意 你的授意 你承担得起吗 兵士将隐 齐藩当行 这上头说了 天长营即将调动 这是陛下在猜忌忠书令啊 而忠书令是大王的党羽 大王又为天子所记 不日就要离京了 好啊 好 好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陆仲长长 我跟您说 这份抵报是从哪里来的 衙门里的丽媛拿来的啊 丽媛是从哪里拿来的 丽媛还能从哪里拿来的 当然是通证司啊 真是 你 我看在我看 你还能从哪里拿来的 我看不见 你还能干吗 这个人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你还能干吗 我看不见 是 你还能干吗 那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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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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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干吗 我干吗 这份底报 怎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哪来的 自然还是太子殿下 太子昨天摔傻了 他怎么会干这样的蠢事情 大王去哪 我去见陛下 大王去见陛下想好了 说什么做什么了吗 我还能怎么说 我只能一口咬定是太子干的 现在满朝都以为我是乱臣贼子 我冤枉死了我 陛下是圣主 圣主的心思如果大王摸不透 光凭着陛下一己思爱 能走得远吗 陛下请问大王几个问题 陛下现在最忌惮的 当然是顾思林拥兵自重 殿下说是殿下受益通政司 削减了昨日的新闻 是 殿下又说 并不知道宣扬调军的新闻 到底是谁加上去的 是 我再请问大王 陛下眼前最想得到什么 眼前之欲应该是天常卫吧 那殿下的话谁可以证明的 通政司司长 没有了 加乙伯去哪里了 他会精准备停室 天审 这事 他全部知情 那陛下现在最担心的是谁 调度不顺 调度不顺 他担心太子为了协助顾思林 而故意放出了这条新闻 担心我真拿这条新闻当口识 而扣住了军队名册不放 他担心我和太子这次会一唱一鹤 让他调不走这支军队 那殿下认为 这件事该如何解释 或者说会是何人所为呢 李承逵 你想躺护谁 给朕好好问话 殿下是想阻碍天常卫入常州 免撤常州都督之轴吗 臣万子不敢有此大逆之心 殿帅可以回京查问 一定还有另一份抵报 抵报都是同版活字刷印 完全可以 不是 加几个字 印成两个版本 可陛下为什么就一定认为 是太子干的呢 因为他心中有愧 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富于太子 而太子也一定会富于他 现在大王去见陛下 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了吧 找人下去 回交和销唯说 所有已发底报 是 聚赋统政司司长和嘉义伯 陛下 傅恩他 平时 你们两个就不要去了 陛下再给他一次机会 陛下 爹爹 就信我一次 你放肆 陛下 臣有罪当诸 臣请缴还遇刺 即日离京 你有罪还当诸 是 违背恩状 臣有罪 语句子意 臣有罪 担枉虚荣 臣有罪 没有立句遇刺 令朝野幽疑 现在又引发出了这样的非议 臣罪 当诸 卢尚书 家乙伯 陆中诚 老师回来了吗 老师看了今天的底报了吗 卢尚书不在府中 不在府中啊 家乙伯 行宫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昨天的事我知道 现在的事我也想问啊 东西是朕赏的 你不满 你也不满 你们都有罪 那朕算什么 臣知罪 臣请陛下收魂遇刺 严承承公 平息事态 严承你 会平息什么事态 严承承 我妹子 一定是在家里 都在吧 也不像 老师 还是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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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这么看重这个东西 朕还给你 拿着它 去奉先帝灵马 陛下 至于什么时候回京 等朕的旨意 陛下 是要摄下 是要摄下 是要摄下寺吗 爹爹 君子死而冠不灭 太子啊 请戴好你的冠 给自己留些体面吧 来 来 玉带换兵权欠妥之急啊 陛下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这么做 预置殿下于何地呢 殿下无论动静行仓 都是死路啊 为了押住族日之势 不宣扬万歇 却是无法之法 所以我也没有阻拦殿下 只是不知道 什么人阴毒之死 想出这种忠心之策 我只怕李百舟 拿这个当借口阻碍乙君 以陛下的脾气 他只要多想一点 殿下 百口莫辩 衙门里面 我会先前去商议 但这件事 殿帅不动 只有我去查了 查得出来还有准备 查不出来的话 陆仲长 殿下的安慰 就只能靠清流了 非因此难 非因避险 非因此 贾一波 只是希望事态不要恶化到那种程度 我明白 我会努力的 贾一波 如果陛下 已经看过这份敌报的话 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是 我知道了 你让我印那东西的时候啊 我肚皮都快起渣了 没想到 当真有用 你们读书人的九曲心肠啊 那真是 弯弯绕绕 这天心 要是连安平博都能看懂 那也太可怕了 你说呢 许公师 这回多得许公师献策实属有幸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许公师连陛下的面都没见过 我 如何对天心 能够洞察至此 这想起来 连老夫都毛骨悚然哪 忠书令谬赞 天心 又岂能是贡源所能洞察得了 这一次 不过是侥幸而已 说得好 说得好 我常跟大王说 许公师是白衣倾向 在日后入室一定会前途无量 将来贡源如果能够得偿所愿 定是脱氧毕于中书令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老夫怎么舍得 把许公师拱手让人哪 那要是那个乌鸦嘴再闹腾大王 怎么好呢 安平国说的乌鸦嘴是御史台吗 拿玉带做买卖 开国百年闻所未闻 开国百年闻所未闻 是是是是 是是是 英 享境界 让陛下早履先前承诺 早令齐王之番 这 是我写好的坛章 诸位如与陆英有同心 请与张上联名 好 我第一个签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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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 好 再一个 感谢观看 这京城中最大的一局是哪家 二公子啊 在城东我认得路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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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使台现在去批逆林 只会让陛下更忌惮太子 我倒乐见其成 安平不想多了吧 我这个人就是想得多 不过 也好也好 许贡是在老夫这儿用了午饭吧 贡员还要回去准备明日的庭室 不敢叨扰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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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认定太子有罪 所以 御使台去批逆林 才会适得其反 安平不 不要怪贡员多心 敢问 底报你是在哪里印的 就是京城里最大的那家印局 用的是活字 用的是活字 当然是活字 雕板都已经拆除了吗 工匠都已经遣散了吗 许空师是不是多虑了 我想这么点事 安平国还是能办得好的对吧 我给了他们数万钱 那这等印成了才能遣散哪 不然这钱不就白花了吧 数万钱 京城里几十个衙门 我怕你们不够用啊 我怎么说你好 连这种东西你也要囤积 人去哪儿 带人 带人去 把没法的底报全部烧掉 刁板拆了 所有的工匠都给我抓起来 一个都不能落下 还有 千万不能让浴室台的人知道 我知道 我带路 安平国 能不能不说话 坐下 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除了浴室台 还有个人 得赶快派人去接住 就在前面 赶快挖就到了 停 停an 这些人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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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这 二公子 无济可寻了 人呢 什么人 这堆儿 神经兵 lov心 MS 王 这被我给你 副作业 事情不的 会负学 是 你好 她戴神经典 殺一遵 得打 那姑娘是不知道 毒尚是在哪儿 她一早就不在府中 妾也不知道 那姑娘来这儿是为了 姑娘和我一样 也来晚了一步 这院子里的纸会都还没凉呢 家一博查过没有 这里有多少铜板 多少宫人 一个时辰能印多少数目 铜板一共二十多块 宫人 听说大概十几个 人数不少 板数也不少 各衙门的底报也都已经领过了 可他们为什么会一直印到现在呢 路姑娘是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